春节廉价来临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执法不打烊将会加强酒驾取缔 同时提醒大家2月14号到15号 国道3号龙潭大溪交流道将实施北上入口渣道高承载管制 2月12号到14号国道1号平正交流道南下渣道将会封闭三天 今年的春节输运措施与往年不同的是 在国道3号大溪龙潭的北上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那也提醒各位朋友所谓高承软管制是三年以上才能够上国道 那在平正系统国道1号南下会实施扎道封闭 那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在出门前应该查询各项的交通资讯 或利用桃园轻收购高速公路1968BP查询 另外针对巴德交通因应现在接受路沿线都在施作绿线解决工程 巴德分局提醒大家改由替代道路行驶避免塞车 如果你从桃园方向过来的话可以走那个东永街 然后那个接益永街就直接到广工新天地 如果到大润发的话你从大溪过来的话 你可以走那个大兴路然后接和平和平路 然后左转接受路这样可以避开那个施工的路段 桃园市警局呼吁民众出游前可利用桃园轻收购高速公路1968等查询道路状况 避开拥塞鲁断 春节期间执法强度补松屑 请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 危及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